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在讲真相中修炼 提高是最快的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明欣 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4年7月1日 前两年 由于中共邪恶的清零封控 我有一段时间 被封在了单位 与同修失去了联系 自己在单位里 学法练功发正念 却极少讲真相 完全解封以后 由于懈怠 很长时间也没有与同修联系 而且 中共的网络封锁越来越严 很难上到明慧网 只能通过爱博电视 看一些外界的消息 一直是那种待修补修的状态 紧紧不起来 慈悲的师父 没有放弃弟子 终于 有同修又联系到了我 而且 同修给了我新的明慧周刊 和电影 再次成为神 我觉得 像重新找到家一样 流泪 看完两遍电影 再次成为神 我受到了极大震撼 为自己曾经的懈怠 毁馈不已 我决心 要跟上正法的进程 重新认真做好三件事 我以前也曾经有过 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经历 所以也并不是很犯处 但是 第一次出去讲真相 竟然一个都没能劝退 我非常沮丧 在跟同修交流时 同修问我 你出去讲真相之前 学了多少法 发了多长时间的正念 我语色 然后为自己辩解说 上午上班 只有下午有点自由时间 下了班 吃了点饭 就出去了 没来得及学法和发正念 同修提醒我 这三件事 是一件事 学不好法 发不好正念 真相 也不会讲得好 就在下次出去 讲真相之前 我在电脑上 学红银三 读到 《寻》这首诗时 最后的一句是 别雾 灯 灯 龟 不 其中的那个龟子上 突然冒出一个透明的龟子 那个透明的龟子 快速地上升 到屏幕中间 就消失了 我知道 是师父在点话我 让我赶紧进进呢 那天讲真相 劝退就特别顺利 我正在跟三个人 劝退 其中一位老人 看着从西边过来的 一个中年妇女说 快给她个护身符 她身体不好 并且跟那个妇女说 快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那个中年妇女说 不用念 我一接到这个东西 身体就特别轻松 我啥都入过 快点帮我退了吧 大家都笑了 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有一天早晨 出去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只劝退了两个人 我就找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学法不入心 是不是还有怕心 分别心 但是 总觉得找得不彻底 后来有一天 我外出发资料 还剩四份真相资料 看到有几个工人模样的人 在路边干活 先想 这些人不好讲 还是算了吧 但是转念一想 这个好讲 不好讲 不是根据 常人的标准判断的吗 这不就是人念吗 这想法不对 必须否定它 这样一想 我就坦坦然然的 一个一个跟他们讲 三个人退了两个 还剩下一份资料的时候 看见一个环卫工人 以前跟环卫工人讲过真相 他们大部分都是失地农民 房子被拆迁后 得到大量补偿 又都被安排了工作 受邪党毒害很深 都不愿意接受真相 我就想直接走过去 不给他讲了 但又一想 这不还是人念吗 于是我停下来 递给他最后那份资料 对他说 大哥 送你本书 这个书 你平时可是看不到的 他一听就笑了 是不是宝书 以前有人给过我 我可爱看了 快给我 没想到 今天又碰到了你们 真是太有缘了 他还说 已经有人替他做过三退 并一再感谢我 我知道 这是师尊在鼓励我 做对了 感谢师尊 在回家的路上 我感觉心里常亮了很多 觉得心里堵着的什么东西 去掉了一样 我第一次体会到 在讲真相中 心性升华的美妙 感谢师尊 接下来的几天 也不是很顺利 再找自己 看看哪里做得不够 我觉得 自己很多时候 是执着于三退人数 而且 有时候会有一个奇怪的想法 把真相资料给一个 啥也没入过的人 就觉得有些不值得 我就想 这种想法有问题 执着三退人数 是做事心 是完成任务的私心 这个基点就有问题了 我就发正念 清除这种求数量的人心 我要做的 就是用自己的慈悲 让众生明白真相 明白是非善恶 这就够了 今天上午去讲真相的时候 老远就看到 有几个富人 在稻田里干活 我跟他们说明了来意 结果他们都表示 不接受真相 互生服 这时我心里非常平静 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 我发自内心地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互生服 也没关系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跟你们说的话 一定要常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缘 他们中一个人说 我们都记住了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谢谢你啊 发到最后一个真相 互生服的时候 我给了一位老人 给他起了个化名 老人高兴地像个孩子 反复念叨着 我给他起的那个化名 再三道谢 在这一次出去讲真相 救人过程中 我感到自己的心性 不知不觉地在提高 这是躲在家里 学法练功 发正念绝对做不到的 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 那颗顽固的私心 再一点点消磨掉了吧 一点浅见 有不在法上的地方 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 题目是 愿你我修炼如初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辉网 2024年7月2日 作为一名从小沐浴在大法中的青年大法弟子 从小到大 大法在我心中早已埋下很深的种子 在日渐长大的过程中 承蒙师尊看护 每一个阶段的我都未曾远离大法 这为我上大学之后 依然兼修大法 时刻牢记着自己是个大法徒 为修炼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去读大学前 身边的同修们惋惜一些青年同修 在上了大学后渐渐远离大法 在交流中 他们也一直以师尊的法来叮嘱我 我总是坚定地回答 我从小就学法 根子在那里 我坚信我自己不会走歪 上了大学后 我明白 没有了修炼环境 就应该自己创造 争取时间 不能让自己脱离法 在我坚定的一念下 师尊总是给我创造很多修炼的条件 例如在选供选课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选到了网课 这样每周我都会有一个下午 和那些需要去教室上课的室友们 挫开时间 于是我就可以有独立的空间练功 有的时候懒惰心意气 总是半天不动 但是每当我看着时钟一分一秒的流逝 意识到这样的时间极其珍贵 就又赶紧行动起来 一血迹下来 我发现我没有刻意像大学里的同学们那样 为了某个名额 争得心力交瘁 但是师尊总是将很多机会送到我眼前 回头看 发现当我做好了大法弟子该做的正事时 剩下的只需顺其自然 师尊自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 在日常生活中 在父母同修尚有认识不足的时候 我们会有摩擦 心性没守住时 我和母亲同修会为一些常人的事发生争执 这时我就埋怨母亲同修说 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带好我们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当我又一次有这个想法时 突然有一念打入我的脑海中 因为你是神带大的孩子啊 我瞬间泪水淫在眼眶中 心中生起无限感恩 从小在法中长大的孩子 每次过关都有至真至纯的正念 打针吃药生病这种词 从不会出现在我们口中 小时候每逢过关时 奶奶同修总是会在照顾我们的同时 告诉我们 这是师尊在给小弟子消夜呢 家里兄弟姐妹一起学法练功 乐呵呵的 总是很快的酒生龙活虎 活蹦乱跳的 因此比起同龄人 我们这群大法小弟子 没有很多常人的观念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些常人的观念在考验着我们的心 大人传播的一些关于上火啊 等等常人观念 总是考验着大法弟子的正念 前段时间在我出现了一些身体上不太舒服的假象时 我在观念的影响下 也时不时的去查一下 这是哪个部位的不舒服 有没有什么忌口 当我再一次因为不舒服而坐立难恩时 我突然想到 不对啊 这是常人的想法 我们是大法弟子啊 于是我坐下来 盘腿打坐 清除自己不正确的思想念头 慢慢冷静清醒 心中默念着师尊的法 一瞬间 刚刚欲结于胸口的感觉 变为一股暖暖的热流 经过我的胃下 聚在小腹处 我一下没有那种刚刚坐立难安的 不舒服的感觉 师尊在红银中的法 心声 回荡在我脑海中 观念转 败雾灭 光明显 在成长过程中 真相纪录片 《以诗恩》 《诗恩诵》 和每一首真相歌曲 都是我的童年读物 小小的我就能跟着光蝶 哼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和音乐 看新唐人电视 所以对于邪党对学生洗脑灌输的 无神论 进化论等邪说 我从小就明白 都是错的 每当老师讲到这些 我总是在心中一遍遍告诉自己 这个是谎言邪说 骗人的 一定要清楚 所以从小到大 我都在一次次的警觉中 排斥邪党灌输的这些党文化 近些年 我发现邪党在用极其邪恶 又不太明显的方式 毒害着生命 例如 他让人们管钱叫爷爷 和邪党的喉舌媒体央视妈妈 试图用这种年轻人 诙谐的方式掩盖背后的毒害 让许多人 甚至我们的同修 在不知不觉中 也学到这些口头禅 这是非常需要警惕的 修炼人绝不能被这种软化的方式钻空子 应该多学法 对于这些无形的党文化 及时警惕 发正念清楚 在无神论邪说的洗脑下 许多年轻人在听到讲神佛时失去耐心 或者认为悬而又悬 从而不愿意继续听真相 在向这些人讲真相的过程中 我认为可以抓住他们的执着 一点一点开始讲 针对常人的执着去使其明白真相 把天安门自焚真相 四二五和平上访 法轮大法师正法 转法轮早已被解除禁令 我摘器官 藏字实等等真相讲清 一步步挖解对方背后的邪恶 使其明白真相 左三腿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在不断地升华自己 一天晚上 我盘腿坐在宿舍床上 想起还有一个摄友没有听到真相 当时心中发出一念 请师尊给我一个和对方单独相处的机会 我要救他 然后我开始清除对方背后干扰听真相的不好的物质 过了两天 机缘巧合 我突然和他单独待在一起 我意识到这是师尊赐予的机会 我必须把握住 于是我开始和他讲大法真相 他听得很入神 最后做了三退 那一刻 一个生命被救度所带来的喜悦 真的记忆很深刻 感恩师尊 大法红传三十余载 在修炼路上 无数年轻同修银发出长 无数大法小弟子慢慢长大 有人走散 也有更多的人回归正道 我常常回忆起同修们一起学法 大家一起约着来看看我这个大法小弟子 当年幼小的我连话都没说顺 就已经能够滚瓜烂熟的 背着师尊的红银 大家都在互相切磋 以法为师 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那段日子纵然已远去 但那时大家心中都有法 心中都有师尊 那种氛围已经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使我无论走到哪里 依然坚定走正大法路 在师父正法的最后阶段 愿以我修炼如初 感恩师尊 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屏幕是 善意思考和去除党文化 作者 海外大法弟子 婉珍 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4年6月27日 最近修炼中有一些感悟 与同修交流 一 善意思考 上周跟一群西方人讲真相时 有人问到我 中共对宗教的渗透和控制 人群中有个华人 当场用英文反驳我说 他在中国去过很多教会 跟他在海外去的教会 没什么不同 当时我心里对他有些不满 认为是干扰 甚至想他是不是特务 今天学师父的经文 惊醒 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善 可能他在海外去的教会 也是被中共渗透的华人教会 那他真是在海内外 感受没啥不同 从他的言辞来看 他的确是被中共洗脑了 就像很多华人 从中国来美国后 还是天天看微信 来获取新闻 那也是会觉得 中国和海外一样自由 我讲真相时 没有考虑到人群中有大陆来的华人 如果考虑到他的感受 我在用词上会更谨慎些 既能让西方人接受 又不会激起大陆人的反感 所以我发现自己讲真相中要提高了 2. 去除党文化 很多大陆同修和从大陆来到海外的同修 不知道怎么去除党文化 同修A最近跟我分享了 他如何看到并去除自身的党文化 他帮助几个西人同修 在图书馆办英文教工班 西人同修做事搬东西 非常安静 完全不像大陆同修那样大声喧哗 西人同修也非常礼貌 很小的事都会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同意 不像大陆同修 想当然的直接就去做了 没有比较 就看不见自身的党文化 更不知道如何去除 对此他深有感触 我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多年前 有位来自台湾的同修 办真善忍化展 我报名当讲解员 化展当天挂大风 高速路上有树被吹倒了 导致交通堵塞 所以我迟到了一小时 我想他会臭骂我一顿 只怪自己明知挂大风 为什么不早点出门 如果是我办化展 别的同修来晚了 我一定会生气的 可是台湾同修不但没生气 还安慰我 这一路开车真是受惊了 那天的化展非常成功 来了很多常人 而且场面特别祥和 那是我第一次通过这位同修 清楚意识到自身的党文化 那位台湾同修做事非常安静 又有效率 从没见他发过脾气 时间再紧 他都是有条不紊的迅速完成该做的事 相比之下 我看到自己的风风火火和急躁 都是党文化的表现 而且一着急 说话就大声 完全不体谅他人的感受了 我还发现 自己的党文化 来自从小接触的 大量大陆的影视文学作品 觉得我行我素 是有个性的表现 喜欢与众不同 脾气不好 还找借口说自己是心知口快 是没有心机 很善良 如果没有接触到 来自台湾和西方主流社会的人士 没有对比 我很难意识到 这些观念里的党文化 更不知道 正常人类社会 应该是什么样的 希望海外同修 多交流这方面的体会 请听明慧文章 飞跃高墙 作者 河北大发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6月30日 2001年下半年 我从邪恶的黑窝闯出来 自己的家已经不能呆了 当时乡政府村委会 一批一批的人 天天上大发弟子家骚扰 并要求每天去当地派出所报道 海美人罚款200元 若不去 要强行办学习班 洗脑班 不转化的就送到开守所或劳教所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能配合邪恶的迫害与骚扰 就跟丈夫商量 带上81岁瘫痪在床 不能自理的公爹 去了丈夫的单位去住 丈夫单位的领导很善良 也很有正义感 特别是郭主任 以前我多次给他讲过真相 他也非常认同法轮功 对练功人按真善忍做好人 也很认同 他曾经跟我开玩笑说 嫂子 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感觉你学问可大了 我告诉他 我所讲的 你认为的学问 都是来源于法轮大法的 《转法轮》一书 这是一本修炼的书 博大精深 他笑着点点头 是这样啊 这次我们把自己的遭遇于困难 和盘向郭主任托出 郭主任很同情我们 他说 我知道你两口子的为人 看到嫂子这么耐心细致地伺候 照顾瘫痪的公公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闺女呢 我知道嫂子练的功很好 嫂子值得尊敬 我也知道共产党坏 我内心是支持嫂子的 所以他很热情地给我们安排了 他之前住过的办公室小院 让我们住 里边还有厨房和车棚 第一部分 飞跃高墙 那时外面的环境极其恐怖 紧张恶劣 每天都有大法弟子 被掳去洗脑班 不知道邪恶是怎么得知 我在丈夫单位住的 有一天中午 我伺候公爹吃完饭 正要去厨房洗碗 刚出屋门 突然门口出现两个年轻男人 有一个是镇派出所警察 这人我认识 另一个不认识 说是县610的 门口一边站一个 堵住了门 那个警察 一只手打着往前推的手势 大声叫我的名字 某某某不许出去 好几次了都让你跑掉了 这次可把你堵在屋里了 看你还往哪逃 他手里拿着手铐 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邪恶的气焰十分嚣张 我心想 我是修法轮大法的 法轮大法是佛法 是正法 我走的是罪证的路 来抓好人的 就是助纣为虐的坏人 我不怕 我想到师父在红银 威德中的法 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拒十分 我就觉得 我身体无比高大 浑身正的气势与能量场 全打开了 我义正词言的说 你们是谁 来我家干嘛 六一灵的人问 你是某某某吗 是 你还练法轮功吗 我说 这么好的功法 千年不遇 万载难逢 为什么不练 六一灵的人说 那跟我们走吧 去哪 去学习班 我说 哼 还说的冠冕堂皇的 什么学习班 不就是洗脑班吗 不去 真让中共洗脑成功了 那不就从好人变成坏人了吗 不去 六一灵的人说 那可由不得你 我说 那也由不得你 我接着说 我们练功人 按照真善忍做好人 不偷不抢 不杀人 不放火 危害社会的一切事 我们都不做 遵纪守法 没有违反宪法法律 这样的好公民 中共却要办洗脑班 想把这些好人 洗成啥样 向相反的方向洗吗 这不证明共产党就是邪的吗 放着杀人放火 违法乱纪的人 你们不管 偏抓按真善忍做好人的 善良修佛人 你们执行的是哪家的法律 把上亿的好人当作敌人 一个政府竟编造七天大谎 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 欺骗全国人民 这样的政府 是个怎样的流氓政权 你们都是高学历的人 你们连善恶好坏都不分吗 助纣为虐 你们良心不再痛吗 知不知道 你们现在是在做坏事 你们上门是在骚扰合法公民 你们是在制造社会不和谐因素 这些你们知道吗 你们现在说的任何命令与指使 都是邪恶的 我不会配合 这样的邪恶政权 我不会接受 我不受邪党的领导 出去 我一鼓作气 说了这么多 那两人听的都蔫了 我当时想 不能让他们多说 他们说的都是邪党灌输的 污蔑法轮功的话 说的多造业就多 对大法是犯罪 对他们也不好 那个610的人 一听到我说 这样的邪恶政权我不接受 我不受邪党领导的话 好像抓到了我的把柄 一下就来了精神了 来邪气了 他手往我的桌子上一拍 指着我 大声叫道 某某某 你敢说这么反动的话 不受共产党领导 今天非得把你的嚣张气焰 恰恰灭不可 真是反了你了 今天就是打死你 也算是自杀 他又指着那个警察 命令道 把他给我靠上 带走 那人听后 马上就要行动 我也拍起了桌子 手指着他们俩 大声呵斥道 站那儿别动 他们还真就不动了 当时没想太多 顾后想起 是师父把我的功能打开了 定住他们了 你们说了不算 我也不会配合你们走的 说完 我拿上要给公爹洗的碗 放到厨房就走了 我所在的住所大门出不去了 他们进来的时候给锁了 我就一直往北面走 离宿舍大概有一百多米 就是围墙 是砖墙 上面还用水泥沾的碎玻璃尖朝上 有三米多高吧 旁边还有个厕所 当我要靠近围墙的时候 听到后面那两人 一边跑一边喊 他要翻墙了 快抓住他 别让他再跑了 他要再跑了 咱俩饭碗就不饱了 我想 我这不是跑 是不配合你们 不能让你们干坏事 我求师父帮我 我伸手往厕所墙上轻轻一搭 一想 走 还没用力呢 一下子就飞到墙外面去了 墙根下堆了一大堆盖房子的沙子 脚落在沙子上软乎乎的 我很感激师父 站定后双手合十 谢谢师父 墙那两人还在那大喊呢 眼看着让他跑了 这么高的墙 他怎么做到的 怎么看着像是飞过去的 有一个说 要不 咱俩跌落汗 你爬上墙 跳下去抓他吧 那个说 不行不行 这么高的墙 墙上面还有玻璃茶子 无从下手 跳下去腿还不摔舌呀 听到他们的对话 我笑了笑 大不流行的去同修家了 第二部分 隐身 2002年4月份的一天 我和同修们配合去集市发资料 我和经常在一起学法的L同修一组 很快就顺利的把整个街道发完了 有个Z同修 在发完最后一份资料的时候 被镇派出所的人绑架了 送去县开守所 非法关押 Z同修被绑架后 遭受了残酷的酷刑折磨 被迫说出了 他认为在过关中 比较坚定的几位同修 其中就有我 转眼到了六七月份 邪恶开始疯狂抓捕我们几个人 我所住的单位宿舍是很大的一个院子 我住在院子的最深处 大门口朝南 门前就是国道公路 公路两边都是商铺 对面楼住着我们经常在一起学法发资料的L同修 那天是我丈夫晚上值班 晚上九点 我正在发证念 突然 丈夫一边气喘吁吁的往我所在的房间跑 一边冲我喊 快跑 公路那边 卡车上下来了二十几个刑警队的人 来抓你的 一半人去L那里抓 一半人来我们这边了 他们在我后面跟来了 来不及了 快跑 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紧张到了极点 我的房门是开着的 一看 有十几个人手里拿着电棍 和很长很亮的大手电筒 晃着跑过来了 距离我有十来米远 瞬间就能到我眼前了 我当时也没慌 也没害怕 因为太突然 也没有多余的反应 就在那静静的被贴门站着 没动 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 我们最近有人坐在这儿就没了 一会儿他又显现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 更大的神通都会出现的 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 喜恶看不到我 我是练工人 我有师父管 我不让坏人抓到 我丈夫这时站定那里 面带恨意的瞪着他们 有个警察气喘吁吁的质问我丈夫 在公路上看到我们 你跑什么呀 你管我呢 你不跑 我们还不追你呢 你肯定是给你媳妇报信来了 你媳妇肯定在里面 说 你媳妇呢 不知道 警察说 不知道谁信啊 闪开 我们进屋搜 抓人 警察把丈夫推到一边 几个人一拥而上 手里拿着大手电筒 往屋里晃 每个角落 衣柜都找过了 然后照我脸上晃 手电筒离我的脸 只有一尺的距离 警察拿手电筒 在我脸上晃了几下 我没吱声 就这样看着他 警察嘴里嘀咕 怎么屋里没有人呢 不应该呀 看他丈夫着急忙慌 那跑来报信的样子 不可能不在呀 当时我脑子也没多想 他为什么看不到我 这时我动了一念 让他们赶快走 那警察好像得了指令一样 转身跟来的同伴们一招手 某某某不在这里 咱们分开去别处找 他肯定跑不出这个院子 七八个人呼啦啦 从我跟前车走了 去别处找了 就看我丈夫 刚才还在那站得挺直溜的 看到警察们走了 他一下就瘫坐在地上了 嘴里嘟囔着 手捂着心口 吓死我了 把我心脏病都吓出来了 我感觉心脏都跳到嗓子眼了 这时我流着泪在想 师父又一次给我化解了一场磨难 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弟子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背法后我会修自己了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7月3号 我是一名农村妇女 小时候上到小学二年级 就辍学回家了 大字不识几个 我家姊妹多 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 才八九岁的小小年纪 就要承担洗衣 做饭 打扫卫生等家务活 20多年前 我30多岁时 幸运的和婆家人 都修炼法轮大法了 可是 我捧起大法叔 却不认识几个字 我就虚心地请教家人 公共丈夫都是我请教的对象 丈夫经常被我问烦了 我也不介意 半年多 我就能通读转法轮了 弟子感恩师父的加持 可是在多年的修炼中 我一直不太会修自己 没有注重真修 实修 特别是对婆婆的怨恨 困扰了我很多年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心 阻挡着我修炼的步伐 修炼中一直都是跟头把式的 我很苦恼 不知如何才能突破 近几年 我通过阅读明慧周刊上 同修的交流文章 特别是同修们背法的体会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也按下决心 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 虽然想法很好 可是真正开始背法时 却是困难重重 优势还冒出想放弃的念头 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真念 我一定要背下去 我一般都是上午出去讲真相 下午晚上一段一段的背法 先一句一句的背 然后一个自然段连起来背 反复背诵 直到这一整段都能背下来 再背下一个自然段 如果有的自然段很长的话 我会分成两部分背诵 背过上半部分 再接着背下半部分 相当于背诵两个自然段 背法大约一个小时 我就要发正念 向内清理自己十分钟 这样背法的干扰就少 背诵就顺利 我坚持天天背法 每天都背三到五页 快时能背六页 一般两到三个月 就能背一遍 去年我背了五遍转法轮 感觉自己真是脱胎换骨 整个人身心俱变 下面说说自己背法后 各方面的提高和感悟 第一部分 修去了几十年的怨恨心 妒忌心 嫁到婆家后 因为我脾气暴 造成家庭不和睦 经常因为一点小事 就闹得鸡飞狗跳 和婆婆有很深的积怨 我丈夫是婆婆唯一的儿子 婆婆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吃穿住用都是我家负担 但婆婆却偏袒她的女儿 有一次 婆婆从村会计那里 取了她的老年钱 放在铺下 恰逢我大姑姐来了 大姑姐走后 我发现那笔钱没有了 我问婆婆是不是 把钱给大姑姐了 她不承认 我不仅没有把这 当成是自己提高的机会 还冲婆婆大发雷霆 现在想想真是后悔 那时我完全被怨恨和妒忌 这两个邪恶的生命控制了 中了旧势力的毒计 分不清真我和假我 间隔了我和婆婆的关系 丈夫同修夹在中间也无可奈何 过后 我虽然也知道自己做的不符合大发的要求 也多次下决心好好修炼 但是 一到考验来临 就把握不住自己 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清醒时 我担心自己会彻底掉下去 害怕极了 被发后 我的空间场被大发清洗了 怨恨和妒忌也就无处藏身了 现在 一出现不好的念头 我就能够一下子抓住它 分清它不是真我 瞬间不好的思想念头 就被清理了 第二部分 修去利益心 因为我从小家庭经济困难 所以对钱财看得比较重 和婆婆之间的矛盾多是因前悟而起 可是 被发后 我的利益心 越来越淡 有一次 婆婆住院治疗 小姑子给婆婆交了三千元的住院费 我当时要把钱还给她 她没有要 婆婆出院回家后 我想 虽然女儿也应该尽孝心 但自己是大发弟子 不应该要小姑子出钱 就主动到小姑子家 把三千元的住院费 给她送了过去 要在过去 我是做不到的 妹妹同修因为工作地点离我家比较近 所以在我家常住 年底她拿出钱给我 我没有要 她生活困难 又是同修 我这个修炼人怎么能要呢 第三部分 修去怕心 面对面讲真相救人 在修炼中 我感觉最难去的就是怕心 因为我被中共非法劳教过 所以害怕的阴影一直回之不去 我怕自己在被抓 被判刑 怕被判大法 被判师父 被罚后 怕心明显的在减少 讲真相也得心应手了 只要出去救人 师父就加持我 我心中只有救人的一念 我一般都是骑电动车 走村 串巷 讲真相 每天都要劝退八九个人 最多是达到近二十个人 遇到不听真相的人 我也不气馁 还是耐心地讲 直到对方明白后 发自内心地向我表示感谢 我都说 别谢我 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 救人时我也不挑人 一次 我和同修准备去一个集市讲真相 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位中年男子 穿着邋遢 嘴里不住地自言自语 好像有点不是很正常 本来我们要走过去了 我想 别错过这个有缘人 也许 他是以这种形式在等着大法弟子来救他 我们走近他 发现他在吃一根烂黄瓜 我善意地提醒他 不要吃了 对身体不好 我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真相 他听得很认真 他头脑清醒 还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 我赠送他大法真相胡申福 他感激地说 谢谢 还要给我们钱 在市场上讲完真相后 我特意买了很多根新鲜的嫩黄瓜 回来的路上送给了那位中年男子 他非常感谢 但是怕心还会时不时地来干扰我 一出现我就抓住他 发正念清楚 我不断地发正念 怕心也越来越弱 第四部分 修取执着自我 柳暗花明 从前在家中我说一不二很强势 家人也都让着我 前几天 丈夫买回来一张带字的画 我一看就对他说 这是常人画的东西 上面都是黑乎乎的业力 修炼人怎么能要 他一听就火了 宠王喊 你凭什么不让我要 我贴自己屋里又不是给你贴 我们在不同的卧室 我马上就闭嘴不吭声了 在被罚之前我是做不到的 我想内找 找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心 想改变别人的心 强加于别人的心 希望别人都顺自己的意愿的心 我坐下来发正念 经理自己的空间厂 放下自我 丈夫见我不再和他争执了 也就眼齐息鼓了 过了几天 丈夫跟我讲 他这几天老也睡不好觉 肯定是那幅画背后的因素造成的 他取下来交给我 处理掉了 我真正体会到了 被罚后向内找的美妙 第五部分 带动更多同修 加入到救人的行列中来 被罚后 我发现周围有同修 不在法上的状态 很为他们着急 就主动找他们交流 我还骑电动车 载着同修出去 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 我妹妹同修 已经多年没有好好学法修炼了 我邀请她来我家常住 跟她交流 她逐渐地提高了 也能处去救人了 还有一位同修 我去找她交流时 正逢我们当地整体应救同修 她已经好久没有做救人的事了 这次她明白了救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主动跟我要了三十份 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传单 晚上她去发放后 做了一个清楚的梦 一个全眼瞬间向空中 喷涌出璀璨的水花 她悟道 这时师父点化她在修炼上升华了 提高了 我们都为她的改变而高兴 还有几位同修 我也经常带他们走出去救人 跟上正法金城 我还有很多没有修去的东西 比如怕心 色心 不修口等人心 虽然他们渐渐的淡了 可还时不时在我的空间上晃荡 还需要我下功夫修去他们 不给他们生存的空间 我写出这篇文章 就是想起到抛砖淫欲的作用 希望更多的同修 加入到被法的行列中来 请听明慧秋柳文章 题目是 怨恨心和灌往心口的黑气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金语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6日 在疫情期间 妻子出现病业假象 需要在医院定期取药 我没有打疫苗 出入医院不方便 就需要女儿到医院取药 医院取药需要医保卡 这样 女儿一年来都拿着她妈妈的医保卡 因为医保卡也是退休工资卡 因为都一年了 也没有给她妈妈开工资了 我就要女儿把医保卡交回 但说了几次也不交回来 后来女儿看我着急了 就给了我一万元 我还是要女儿交回医保卡 想把工资全部去取出来 在医保卡里放着不安全 不得已 女儿把工资卡交给了我 我到银行取钱 一看女儿把她妈妈的工资全部取走了 管她要也不还 更客气的是 只要让她给妈妈取药 她见工资卡里有钱就取走 要也不还 2022年 妻子住院了 我一个将近70岁的人 在医院事后妻子三个月 女儿也不替换 同病房的人也看不惯了 说三道四的都有 虽然我觉得女儿做得不对 但还是给她打圆场 说她上班离不开 我退休了没有事 三个月在医院里吃不好睡不好 别说一个快70岁的人了 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 后来我一想到这些 就对女儿不满 一次正打坐呢 想着想着就来气了 心里想 要她这种女儿干嘛 跟她断绝关系 就这么一想 我突然感到一股邪气黑气 我看不到 觉得是黑气 嗖嗖地往心口里灌 我的身体比较敏感 就感觉是一股细细的气流 我立即警觉起来 邪恶的迫害如此之快 我马上断定 一定是自己想得不对了 我顺时转变观念 女儿的不好是救世力的安排 她的本质是好的 她能冒着天胆 跟随师父下到人间来 那是多了不起啊 她的不好 不是正好是在帮助我修炼提高吗 这件事情不是也照到 自己的不足和执着吗 暴露了自己执着钱财的心 和安逸等心吗 我这样一想 往心口灌的邪气黑气 瞬间停止了 我知道是想对了 好险啊 如果我身体不敏感 感觉不到邪恶 往身体里灌邪气黑气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 立刻转变观念 一直怨恨地想下去 邪恶就是利用邪气黑气 一直不停地往身体里灌 那样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过不了几天 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病业状态 这种邪气黑气是怨恨心引来的 所以怨恨心是不能有的 是我们应该要修去的 看到许多交流文章 对同修的身体迫害 都是怨恨心招来的 甚至有的因为怨恨心 被救世里拖走了肉身 怨恨心就是人心 神是没有怨恨心的 你的怨恨按常人的理你觉得对 按修炼的理就不对了 谁对你不好了 谁让你不舒心了 谁做的事不符合你的想法了 谁说话你不爱听了 你就怨恨人家 你还怎么修炼呢 谁对你不好了 那不正好是修炼提高的机会吗 你好我也好 大家都好 那还怎么修炼 作为修炼人 有对丈夫或妻子怨恨的 有对其他家人怨恨的 有对同修怨恨的 要赶快去掉 赶快提高上来 要看别人的好 要看别人的长处 要看别人的闪光点 那样就不会有怨恨心 他们都曾经是天国世界 神圣庄严的主或王 为了救度一方众生 为了注视正法 冒着天胆 吓到十恶都市的人间 那是多么了不起啊 他们在世中迷失了 有这样的不好或那样的不好 我们不应该启发他们 善待他们吗 这样想还有怨恨心吗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 我当初度你们的时候 有很多人还在骂着我 在听课的时候就有骂着我听课的 我不在意 我就要把你度成 师父博大的胸怀 我们能学到万分之一二 还会有怨恨心吗 我只是想了一下 还没有付诸实施 就招来了邪恶 灌邪气黑气的迫害 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修 我们的一丝一念 不好的思想 不符合法的想法 要随时甄别 及时修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从显示的自我中走出来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6月30日 我是一名修炼了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 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 也在不断地从生活中 发现显示心 不断地排斥并去掉的过程 也就是不断地发现自我 修正自我的过程 下面就把我在日常生活中 通过几件小事 修去显示心的点滴体会 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1.成就感油然而生 我于1997年7月得法 童年家里的新房也刚好落成 当时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只有房子没有院墙 没有仓房 院内也没有铺地砖 也没有像样的家具 我身体力行 自己动手 逐项的完善 可我是一个上班族 从来没干过这些活 只是盖房时 看过那些石匠 瓦匠 木匠干活 我也没有应手的工具 我不管干啥 还要个样 求完美的心很强 我学人家石匠砌墙 开始的时候砌石头 三团四不圆的石头 大小不一 要砌成坚固整齐的石墙 太难了 摆弄了半天也不成 还把自己气得够呛 可我不放弃 耐心仔细地琢磨 想起以前听石匠们说 石头下山自有味 看你安得对不对 我终于找到规律 院墙也砌成了 我又学瓦工木工盖仓房 做简单的家具 我拿起斧子 三枣两砍 阴漏旧简 把不规则的旧木板 毁成规则的长条木板 再把长条木板 拼成板墙 安个门 支个盖 扣上瓦 仓房就盖好了 再脱鞋预制板 把院子铺好 再找个木质旧箱子 拆拆毁毁 一个简易的橱柜 也做好了 我的摩托车的倒车镜 摔出两道纹 我不想更换 瞅着还挺难看 我就利用彩色胶贴 选深绿色 剪成竹子枝干图案 再剪些竹子叶片 贴在镜面的裂痕处 以镜子为背景 衬托后的绿竹 显得格外的有生气 起到画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以上的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是再正常不过的 不值得一提的雕虫小技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在我这里 却沾沾自喜 自以为是起来 按捺不住成功的喜悦 产生了小有才气的自信 邻居们看到了 也纷纷夸奖 看人家多能干 专计肯动脑 心灵手巧等等 我更是情不自禁 飘飘然 一种成就感 油然而生 二 等待众人夸奖 我还有一项技能 安装电灯 家用电器 维修电路等等 也就是电工的技术 这也是让我引以为傲的 因为我是坐办公室 拿笔杆子的 电工不是我的专业 这项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很实用 也总有找我帮忙的人 自然功伪赞扬之声 也总是萦绕耳畔 被人赞许 也常常让我感觉春风得意 有一次 同修家里旧楼装修改造后 找我去安电 几个同修以我为中心 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把电安装完了 同修们有说有笑 在一起吃饭 按惯例免不了众人 对我一番夸奖称赞 我也习以为常的等待 可是却没人提及 真是太罕见了 很纳闷 很期待 心里痒痒的 想缺点什么似的 有一种很强的失落感 这种反常现象 让我警觉了 这不是显示心吗 这颗心被我滋养的太强盛了 反应的如此强烈 我却认不清她 还在为她而乐而忧 三 再次安电 现尴尬 一位同修的丈夫 有脑血栓后遗症 行动不太方便 一天 她家的空开坏了 要我帮忙更换一下 我欣然答应了 当我把旧的空开拆下来 换新的空开时 一个螺丝脱扣了 杂也拧不紧 只好去电料商店更换 回来再安 我却忘记了线头的接线顺序 只好一点点的查找 弄了半天也没结果 统修的丈夫在一旁指指点点 让我如何如何弄 我不信她的 这时 统修的丈夫急了 拿起螺丝刀 拖着笨重的身体 哆哆嗦嗦地安了起来 我被晾在一边 伸手也不是 不伸手也不是 并且她还安装成功了 她用行动告诉我 你都不如我这个外行的残疾人 我就傻站在那里 尴尬至极 不知那是什么滋味 最后 我只好信信地回家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 哪能是偶然的呢 还得向内找 看看自己吧 你不是以你这点 小能小数为傲 你不是抱着 看我能耐的显示心不放吗 师父就专门给你安排 夜郎自大的这出戏 让你从中看清 这颗显示心的真容 去掉它 解体它 这些年 它把我搞得神魂颠倒 我却把它当成自己 当成好东西 形成自然了 都察觉不到了 其实 人类都是在这个大染缸中 谁又能比谁强多少呢 有啥可显摆的 四 再去显示心 自从上次栽了跟头之后 我开始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 找到显示心 去掉显示心 但不是一下就能去干净的 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我发现了显示心 并没有去干净 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真稿即将结束 A同修急切地找到我 让我到他家帮助B同修 录写稿件 因为当天就是真稿结束的最后一天 事不宜迟 抓紧时间 还要腾出上网 同修打字上传的时间 于是由B同修口述 我来执笔 下午3点 稿件形成 由于时间比较仓促 稿件难免有些欠缺 可是经由同修们的完善 上网仅6天 就在明慧网上发表了 听到稿件发表的消息 让我很高兴 心想 赶快拿去 让AB同修也分享一下这一习讯 在去往同修家的路上 心想 匆忙间写个稿子 这么快就发表了 打心眼往外的高兴 又想 不能起显示心 要稳住自己 大法弟子的能力 都是大法赋予的 不是我个人如何 但这时 欢喜心勾着显示心 难以平静 怕生显示心 又难平欢喜心 内心起起伏伏 就是达不到不懂心 来到A同修家 B同修 C同修都在 听我说文章发表了 都很高兴 同修说 赶快听听文章内容吧 我就把内存卡 放入同修的平板里 打开 找到了文件 这时 同修随口夸道 真厉害 这么快就发表了 我说 是A同修的督促 也是B同修的题材好 由于时间太仓促 我写的还很欠缺 我虽然嘴上谦虚 但心里却没滋滋的 觉得自己的文笔不错 这时 我打开平板 却找不到文件了 反复两次 也没找到文件 同修们都很纳闷 最后我说 别找了 咱们都起心了 一定的 显示心啊 欢喜心啊 特别是我 爱嘚瑟的心 还是没去干净 回来后 我不再去执着 找那篇文章了 而是静下心来 想想自己 为什么显示心 老也去不尽 根源在哪里 首先 我的内心深处 给自己的定位 是一介书生 喜欢五文诺末 觉得这方面擅长 仓促成文 很快就能发表 自认为特长得到了证实 从而生出欢喜心 而忘记了师尊 在转法轮中的告诫 在修炼的其他方面 和过程中 也要注意 不生欢喜心 这种心 很容易被魔利用 我总想当个文人 可比起那些 真正文人 差远了 再就是 我这个人就是 给点阳光 就灿烂的主 谁要是夸我两句 我就美得不行 虽然也注意修自己 还是不能坐到位 在听到同修们的夸奖 和认可后 虽然表面抵挡 显示心的根还在 头脑中得意的念头 还在网上冒 从中 我便看到了 显示心的表现是 我比别人高明 我比别人强 我能耐 突出自己 凸显自己 自我膨胀等等 强大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提起出头的船子鲜烂 这句话 其实同修很早 就和我交流过 我当时不以为然 是因为我没有理解 其中的内涵 最近通过大量的学法 读明慧网的学员交流文章 我才明白 在一个项目中 往往领头的 喊口号的 并不一定是起决定作用的 以往我就是充当这样的角色 而那些扎扎实实修炼的同修 默默无闻地付出 看到哪里有不足 无声地去弥补 圆融 看到同修有困难 真诚地帮助 困难挡不住他 关难阻止不了他 再大的冲撞也能承受 再大的委屈也能包容 甚至贬低他 排挤他 憎恨他 他都能释然 这样的同修 让他显示 也显示不出来 他没有那颗心了 没有了自我 全是为他 这样的同修 就像整体的垫脚石一样 承载着这个项目 可见我距离这样的同修 差的是何等的遥远 怎么办 从零开始 把自己从幻想的高处 拉下来 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不要像以往那样 拿做事当修炼 轰轰烈烈 好高勿远 放下后天形成的显示心 等各种不好的执着心 不被其带动 从而超脱其置顾 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 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实修者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浅见 不足之处 请同修慈悲执政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 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